我们常常说猪血糕要沾酱吃 但是你知道猪血汤的猪血也要沾酱吃吗 另外它的汤底还分麻辣跟麻油这些创新的口味 这是一家开了50年的老店 他们的猪血口感正好像仙草丼一般 就是鲜度的最佳保证 用餐时间一到 这家位在台北市昌集结的猪血汤老店 瞬间挤得满满满 生意好食一天热卖800万 猪血滑嫩爽口无腥味 让人一吃上瘾 你吃下去一块一口接一口的 很容易加解的 所以我们的猪血又叫做天然的红豆腐 老板将手中的猪血比喻成天然的红豆腐 自豪程度可见一斑 20年前从岳父手中接下了猪血汤老店 古朝真没有没守成规 取而代之的是 为一成不变的猪血汤创造出无限可能 附上清汤的麻辣猪血 香气浓郁的麻油猪血 有着沙茶清香的猪血汤 加大肠 力求创新的不只是汤头变化 古朝真还研发出了独门的沾酱吃法 韭菜丝 芥末 蒜泥 酱油膏 调和了辣酱的番茄酱 有点酸酸的 但是很入味 就是吃起来很爽口 配那个猪血刚刚好 嗯啊 对对对对 在那边吃多久了 很多年了哦 十几十几年了 有如火锅店的自助式酱油区就设在店内的转角 让客人自由搭配 古朝真说这样的创意吃法来自于市场调查 不只是求心还要求变 接受老店二十年 古朝真彻底改变的还有猪血本身的口感 为了精准掌控猪血的品质 古朝真和屠宰场合作 取得最新鲜的猪血第一时间内完成制作 从我们在屠宰场放学 拉过来从车子拉过来这边 让它预冷让它降温 猪血让它降温 降温才可以冲 煮出来的猪血才会很Q这样子 六点屠宰完成 七点钟开始制作 猪血清水冲条的比例 二十年老精英的师傅精准拿捏 这个猪血要煮的好吃 就是猪血本身要新鲜 拿过来要新鲜 可是这个师傅工作程序上也有关系 因为它的水跟血的浓度一定要有一定的关系 冲的温度也是有关系这样子 调和好的猪血15分钟左右的静置凝结 才能够下锅煮制 现在这样水水不可以 要让它煎气 像我们的仙草 像仙草就会晒了 仙草丼般的软硬度切成块状再下锅 80度20分钟的煮制成就出滑嫩的口感 不同于多数的猪血脂地偏硬 这的猪血动感十足 是鲜度的最佳保证 我们的菜是用宜兰的煮菜是最好的 它的口感很好 细度咬劲 有没有 还有配合这个酸 最重要是配合它这个酸菜 这个酸菜一般它这里面 它没有办法做到的 我们有酸菜菜 它有PH的嘛 它有酸减脂 它配合我们这个汤头加热 那是一流的汤头啦 豆腐般滑嫩的猪血 口感细腻的宜兰韭菜 还有酸度精准拿捏的酸菜 多样化的口感汤底 特制沾酱 画龙点睛 好滋味吸引了许多老顾客 不远千里而来 因为新竹过来了 这个是打发回去的 还是再得先吃 就没办法就喜欢吃就这样 新竹应该有 有什么地方有在卖猪血 这个有啊 但没有那种口味 没有那种味道 味道完全不一样 猪血汤啊 它不油腻 吃起来就是很爽口 不油腻 然后猪血很新鲜 二十年前 陆军军官退役 正式接手对付的猪血汤生意 胡朝真靠着不断的改良 研发让猪血汤变得有所不同 他说都要回工与顾客的挑剔味蕾 这个客人的挑剔 是促进我们前进的严动力 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的研发 一定有很努力地去做 所以你才吃得到最好的 不断地求新求变 胡朝真的坚持 让平凡的猪血汤 有了不平凡的美味 也让五十年老店 始终屹立不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